那么在事发后的这几天里面 心里最受煎熬的应该就是乘客的家属了 那我们现在马上就同四水特派记者吴梁翔连线 了解那里的最新情况 梁翔 好的 全英 原本抱有一丝希望就在乘客尸体画面 出现在电视上的那一刻 大约100名家属内心的无助和胶着 顿时攀升到了极点 据我们从窗外探头查看 在四水特派的一场应急中心内的乘客家属 是悲痛欲绝的 有的家属情绪崩溃 陷入愁云惨物 甚至是大哭 有的还听到说要查明真相 有的低声哭泣 就连高大的身躯也需要家人来参扶 在场的辅导员和工作人员 不是在一旁忙着安抚跟慰问 就是忙着地址 好几辆巨户车都随时待命 尽管如此现场还是秩序井然 目前在应急中心外的所有窗户 都用纸张给封堵起来 避免媒体拍摄 全英 好的 谢谢梁翔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那我们也希望这些亲友能够坚强 同时有关当局能够尽快查明真相 好几乎 好几乎